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那个叫急救面膜你知道吗 就是你睡很不好的时候起来不是都会脸 就是皮肤会肯定会比较不好比较干啊什么的 然后那种五分钟就扑上去 然后呢那个刷完牙把他洗掉的那一种面膜 叫急救面膜 我觉得女的真是特别不容易你知道吗 要咱们说六点起床 再懒得女孩子她五点就起床 因为她化妆也得化一个小时 做活动的时候女生永远都比男生早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所以你说我们怎么不能把机会让给女人呢 所以我们要换位置了吗 可以啊 我早就想坐到你这来了 这个 观众会有损失 为什么 看不见腿了 徐老师你也看不见 你这是皇帝不及急速太监 我也看不见 我替观众着想 对对对 就是福利都属于观众啊 又廷一向对我们节目啊 真是做了全身的这种奉献 这叫全身心投入 对对对 全心投入 我有时候一想起女人对我们的奉献 我就特别感动 你知道吗 男的真是白眼狼 你知道吗 你一会讲的故事就不是这样了 对 当然也有一些汉妇 对吧 有一些汉妇 哎 这可真是汉妇了 就是 现在咱们出的这种暴虐的新闻啊 我发现都出成双了 都都出的是哎 一个这个 温州 我就一看 那个火锅店啊 那个90后的服务员 拿那个开水前一段 不是说泼了那个女人了吗 然后 又出来黑龙江一个火锅店 这次是顾客泼了服务员了 是因为个什么事啊 就哥哥 哎 就是大陆人现在性子急 你觉不觉得 还是光大陆人性子急 我就不知道 就是尤其火锅店里的人性子急 他就拿一个吸管啊 一时没有 这服务员说我去给你买 然后他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他就 那个店里可能有那个饮料 饮料上不是有那吸管 他就拔那个吸管喝 然后那个服务员就是说 那那么饮料那个吸管你用了 那饮料不就没吸管了吗 那个饮料盒 所以可能就发生了一些抢 结果这暴脾气的 这个这个女顾客 哗一下就拿这个水 泼了人家这个 这个人了 就是这个服务员 这服务员还是怀孕的 是个岳父 你可以你看看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有图有真相 视频呢 从饮料瓶里把吸管抽了出来 他又去碰这瓶饮料时 这位女顾客突然爆发了 顺手拿起旁边已经烧开的火锅 朝着董小萌就泼了过来 我就感觉烫 就是烫了我自己 一吃饮料 看到怀孕的董小萌 被热火锅泼了 董小萌的母亲和阿姨 上去把董小萌隔开了 两个人又和女顾客纠缠在一起 女顾客后退的同时 又顺手把后面的几个火锅泼了出去 厉害 不管不顾 这完全是 这厉害 他是火锅 他真的 就是人一生气 我想他也没顾及 那到底是极度的水了 这现在有个新名词 称这种情况 你不知道 叫什么 叫急性 短暂性 精神障碍 真的 你不知道 现在网上这热词 你们看真是不上 急性短暂性 精神障碍 来源在哪里 来源在 6月20号 南京有个车祸 对 一个宝马 以197公里 对 撞了一个马自达 车内两人当场死亡 火箭嘛 你记得吗 火箭撞 撞完了以后呢 大家就有很多质疑了 首先呢 这个首先民众呢 对于宝马 撞马自达 这个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倒过来呢 这个新闻情况可能不一样 马自达撞了宝马 他就高兴了 特别说宝马里边 如果是什么什么人 那民众就 更高兴 态度就不一样了 要是马自达撞马自达 这个新闻就没了 对不对 那宝马这么一撞以后呢 大家就马上查 说呢 这个车呢 开车的人叫王继静 车主呢 姓许 好了 你知道这个网上 很多人就喘这个姓许 这什么什么 跟你说 跟我没关系 但是跟某一位 以前在南京的什么什么人 有关系 我们不许讲 但是呢 很快公安就出来说 没有这回事 就是姓王 然后又有人说他吸毒 查出来也没有 说是那玉米粉吗 说掉了一包东西 开始说是毒品 说是毒也没有 酒也没有 大家就开始议论了 就说那这样的情况怎么罚呢 因为根据刑法133条啊 只有三种情况 你交通造势啊 三年以下 交通造势以后 逃逸 三年到七年 逃逸致人死亡 七年以上 他们说 他逃逸的时候 他是逃逸了 可是他逃逸的时候 那两个人已经死了 所以不算致人死亡 所以最多七年啊 你这一条 其实很恶劣 你记得以前 小月月的事情吧 对 那车压过了 把小孩压伤了 来回压 换句话说 你当场压死了 他最反而轻 是 你压伤了 你逃掉了 小孩再死掉 这叫逃逸 致人死亡 可以判到 无期徒刑的 但是你当场压死的 最多七年 你说这个法律 我没太能明白 就当场压死的 判得清 对 事后就伤了 慢慢死了 你听他这个法律的三条 第一是交通造势 第二是逃逸 逃逸就是三到七年 对 第三个就是逃逸 致人死亡 因为你没有救他 你没有下来处理这件事 然后他因为你走了以后 他可能因为没有人救他 所以他就死亡的话 那你的罪就更重 现在替他辩护的人就是说 当他逃逸的时候 那两个人已经死了 所以不算逃逸 致人死亡 所以再怎么判 最多只有七年 所以网上已经吵了 哦 最近消息 那他为什么开那么快 现在有答案 你听啊 8月31号 南京脑科医院 做出了鉴定了 查出来说 他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字 急性 短暂性 精神障碍 急性短暂性 精神障碍 啥意思呢 他解释了三大要点 第一是急性 第二是短暂性 对 第三是神经病障碍 那什么原因 哪会发生什么 我后来一想 我这个慢性 过敏性鼻炎啊 就是第一是慢性 第二是过敏性 第三是鼻的毛病 都解释了 这越听越像是许什么呀 这怎么 这家伙 你再听下去哈 他说这个病是这样的 我听下来很羡慕啊 我都好想有这个病 他这个病啊 是这样 他可以突发的 在两周内 然后呢 不会也超过一个月 然后 不发期间呢 跟正常人一样 发了以后 就变成精神病 然后呢 然后呢 说他很多的症状 说他这个 开车之前呢 说有人要迫害他啦 他去报警啦 然后说他答问题的时候 有一句没一句啦 等等等等 现在网上这是个热词啊 很多人都在说 哎呦 你有这个病 要是我现在医院 有这个证明的话 我不就一个免死金牌吧 你们明白没有 哎 这病我觉得 好些太太们也有 是不是啊 就突然暴怒的 EQ特低 很多老公都记得 经常突然就歇死金牌了 然后三点回家 老婆基本上都有这种病啊 所以南京脑科医院火了 很多人都会去看啊 求医证明啊 开证明 很多人就跟上去 网上很多人说 李天一估计也是这病 哎 哎 对不对 你们刚才讲的那个 算算算算 我跟你说 实际上 实际又婷就是个暴脾气 哈哈 我是知道 去开一个 去开一个证明 你会不会突然在机场 或者在哪 乘一下就火了 没有 我刚才 我有在想 因为我当然不至于 就是伤人 但你说脾气 那个台车的人 之前也没伤过人 对你说脾气上来 我想了想 我必须要承认 这活这么久 一定是有 对不对 那我就在想 为什么会那时候 你可能事后想都觉得 那不是我自己 对不对 就是你都觉得那人很陌生 没错 怎么会一个女孩子 突然间凶成这个样子 或者是暴怒成一样 急性 短暂性 精神 真的 你当时控制得住吗 当然是控制得住 后来我发觉 最近我开始比较连理性 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发觉 有时候你会认为 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是说我觉得 尤其我在香港 有很久 你知道香港 有时候呢 他其实是蛮位阶的 就是说 例如说你可能讲普通话 他比较不理你 或者是说 他有些事情 他就是按部就班 不变通 然后你一急 你越急 他越不变通 就一直 你知道客服 就是按照那个电脑的顺序 跟你讲事情 不管你怎么跟他讲 他就是 小姐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的电话 小姐 就一直 就是没有办法 帮你解决问题就对了 我就发觉 当你一急 或者你声音一大声 有效了 有效 他们就帮你解决了 所以我后来就发觉 有时候潜意识的提醒我 虽然我已经 我已经被我男朋友提醒 就是说 你不可以用这个 当做一个解决办法 因为这对你自己并不好 但是 我就发觉 我前一岁告诉我自己说 差不多该发脾气了 然后 而且要越凶 他越有可能帮你解决你的困难 对 而且呢 那个时候 因为确实真的有怒火 对 很容易点燃 所以你无意中找到了演员表演的心理学 演员表演基本上就是这样 他就他既有这个情绪 但是他也知道是一个表演的行为 在导演需要的时候 他想起了他老公是如何出轨的 呈一下 他演的也是真的 我真的觉得有种这种感觉 但怎么样 你也不会把一串火锅 啪 当然到最后还是不行 但是你知道我那天 我想到一件事 我有次是他这个外卖 送了三个小时没送来 然后呢 我已经是 他预计是一个小时该送来 但他到 我到第三个小时 我自己看了个电视 都快 怎么快到结局 我发觉我晚餐还没到 我就打电话去了 他们就说 那你要再等一个小时 因为我要重做什么的 我整个人就火了 我一个晚上等四个小时 变消夜了对吧 而且那小 我就说那你们要赔偿我什么 小姐没办法 这个 就是没有办法 总之 我就一火我就怒 我就爆骂 就是 我说 你有没有搞错 我不可能让你 骂什么 也没有骂什么 就是我就是声音就变得大声了 那倒没有 我真的倒没有 但我就声音大声 就是很不开心 说没有这个道理 我说你不赔偿 我没有办法 就是这件事不会跟你算了 就类似这种话吧 然后你知道我挂了电话以后 我就想到一件事 如果那个快递员 就是被 不是不在门口 不是不在门口 被要求说你得赶快送到 因为这个客人生气了 他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忽然一阵凉 谁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快递员因为送你这个快 他要赶你的餐嘛 虽然他已经迟三个小时 但为了再三十分 我刚才想说 你三十分钟内不送到 我不要了 他说我送到 我送到 那 你说他怕出车货 出车货或什么的呢 那也不用你负责 是吗 可是我觉得 当然不用你负责了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有连接的 有连接 他到时候也191公里 这样装过去 我不知道 我真的自己突然间 在下一面 我就又打电话去 我说算了吧 你们慢慢送 我将来知道 我要是吃了夜 做客服 多了一个理由 跟人说 你看你这么着急 你要是真出什么事呢 对吗 对啊 你不觉得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还是好良心 那是 你我现在看着 你 切断 切断 你 切断 你 你 切断 努力 切断 切断 你 还 你刚才就说的是个这个现象啊 就是这个王萌老爷子 常在我们这说的 就说是叫叫见着怂人 搂不住火吧 见着火人搂不住怂 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 就是你火了 大家就怂了 赶快是服务 但是我想求教于你啊 就是说这个规律 就见着火人搂不住怂 就顾客一发脾气 马上就给你服务到位 这个东西在台湾是这样吗 或者说在外国是这样吗 在台湾现在不吸引这种 就是现场骂人的 就是有一阵子 台湾不是出了食安的问题吗 就是那个凤梨酥里面 什么塑化剂什么 馅料都有问题 有那个拿着那个QPO啊 就是去现场 就在记者面前骂他说 你现在不给我退货 你这什么店什么 你就老人家把那个店家 骂到那个店员都哭了 就说我不是给你的 这个退货券了吗 你为什么要 我现在一定要退归 你有点强人所难等等 这出来不是店家被骂 店家的那个东西有问题 但不是店家被骂 是那个骂人的老先生被骂 所以在台湾呢 你现场发脾气是没有用 但台湾流行什么 投诉啊 那个什么日报 尤其是上媒体投诉 台湾有大概30分钟 40分钟以上的新闻 会是顾客投诉的案例 那就真不一样 我在北京生活的经验 我觉得我一跟他们伙了 马上就管用 什么网不好啊 说哎呀 我们今天修不好啊 我们今天 那你知道我也挺会表演的 因为我也不是表演 我也急 你知道吗 当时我就急了 我骂的那个难听 我说我要偷偷 我这什么等什么 找你们领导去 怎么怎么 过了一会儿 金龙黎龙黎龙就来了 哎 他说我先把你修好再说 你知道吗 他不他不管这个 前一阵咱们有一个嘉宾 我就不说他名字 我觉得他有个很有意思的体会 他呀到台湾去这个访问啊 就是然后呢 他回来跟我讲 他说哎呀 这个这个台湾人呢 这个哪都好 对吧 他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说话呀 这个绕来绕去 他就说这么不爽快 比如说他可能就说 哎 徐老师啊 你本来的这个演讲呢 是下午三点 但是现在呢 哎 另一位主持人呢 他可能有一点什么事 如果您介意呢 我们可能会稍微往后推迟15分钟 如果您不介意呢 又怎么 哎呀 就这个你到底要怎么着 在台湾人就是他太肉 然后你知道他给我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有意思 他说我觉得啊 共产党都是急性的 国民党都是慢性的 哎 你就是这有意思吗 一下你看毛主席他们这种 就是哎 你看过去咱们共产党人最喜欢用的词 就是雷厉风行 就是干脆 要干脆 啪啪啪就是要飞左机 对吧 就是你看 你看国民党相比就相对 就是肉 你看马云狗多肉 你看马云狗没错 他得哎 那最后弄不清 你太谦和了 你太温柔敦厚了 是不是 但是我是我个人经验啊 当然不能有代表性了 但我个人经验 你在外面旅行啊 就在海外旅行啊 发火没有用 发火 反而人家觉得你失态 对 我我我都试过 我有一次租车啊 碰到就是他来了 他搞错 他什么 一般情况下啊 他们一旦有搞错什么东西 他就会给你upgrade 对 就对你反而特别好 对 但是他那个我在在美国有一次 他们就没有这样 而然后就拖了很久 然后那个车洗半天不出来 然后我就有点有点火大 我就跟他们讲 我抽一号 我一定很久 这在中国马上就管用的了 在美国没用 他就会跟你说 那你跟经理去说 经理就说 那你再等一会 那我们车再洗了 哎呀 我真会 这个美帝国主义 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那你说 这是说明我们内地不太发达呢 还是说明我们比较有人情味呢 就是说 我们就总在助长这些个不择手段的 你发现 我就抱歉 有奶的孩子 又会护的孩子 又奶吃 对对 不是就是你一说 你感觉你的位阶好像就比他高了 其实呢 但是大家就 长远来说 长远来说不是回事 但是哈 当时是有用的 大家就会马上就说 好好好 这个事情重视 但是事情过了以后啊 我觉得还是低风 对 就是后座力 大家没有想 就是不是 你也许办到了 你的事 但是你丢了你这个人呢 对 人家把你当另类探 对 但是这好些人 他就不知道丢这个人呢 他没有这个丢脸 这个脸啊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 不就是告诉你 你会有法律的问题 包括那个火锅店 他泼下去 他其实泼下去之前 他有一肚子委屈啊 他说是那个女顾客 先骂了他妈 他说他单亲家庭 这辈子就不准人家 讲他妈妈 或者讲他妹娘 这个泼 就是温州那个 温州那个 我跟你说 他是这两天的新闻 他已经被温州检察院 批准逮捕 涉嫌故意伤害罪 你可以看看温州火锅店 这个90后的小伙子 托这个女顾客吗 小伙子就 你看泼了还打 对 因为他真气了 贝月跟叶宇洋差不多 现在的网络视频都挺会搞 对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接受访问 他说就是因为那个顾客 对他口出而言嘛 然后就羞惹 他的这个妈妈或谁 所以他就真的是气不过 一回到厨房 怎么想 还跟店经理讲说 我就想拿出去 店经理已经挡了 他第一盆水 说你不要跟他计较 你去服务别的作客人 想一想 还是气不过 小伙子就冲上去了 所以我一次是说 就是 怎么讲 就是大家现在 没有一个缓冲的余地 而且你会觉得就是 你知道 就是那个位阶一出来 很不舒服 我觉得在很多原因 我觉得在国外 他比较帮你当平等的人 发生任何问题 我们就是 一口 我们两个是平等 来谈这件事情 那顶多我是商家 我用客人的方式 来跟你谈 但是在这边 我觉得不管你是谁 总是我们先分 我们两个的高低 就是我们两间要斗一个 位阶的高低先 然后这个高低的 谁先出来 谁赢了 他这场 这场战争 他就赢了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 你现在这些案例 就告诉你说 你是要负上责任的 因为后座力很强 你的当下赢了没有用 因为你的后座力很多 你的后果很多 他没有考虑后果 就像你说的精神 什么短暂 即兴 就是短暂性 精神障碍 即兴 短暂性 精神障碍 这玩意怎么办呢 这玩意好 我们都去搞一个证书 这样 紧要关头 就不知道把关采不采性 我再给你看看 我们还有 最近还有一些 一些类似的 这个事情 就是在一个卡拉OK 是吧 又听你觉得这怎么可以 二十多个人 打一个服务员 服务员不小心 好像开门的时候 撞到一个小孩 然后结果里面 所有人冲出来 叫那个服务员下跪 道歉 服务员看人那么多 他就下了跪 没想到一下跪之后 就被报答 你再看下边 你看 你看我觉得左边这照片 你看冠希哥 这个腿 腰的 哪一个是冠希 陈冠希 这个你还看不出来吗 少了一个拖鞋 你看 跟这个中年人 这个陈冠希据说 把这个中年人的身份证 扔地下了 大概就说 这中年人加三不排队 你就说 你看 这是唱 戴帽子的 唱绕舌 就最后带到派出所去了 他是说 这个人不排队 但是这个派出所调解 就和解了 听说是个误会 就比如说 他在办登机手续的时候 他去接个电话 后边那人不知道 以为这办完了 就上来 结果这个冠希 一回来 两下里就是说 你们大陆人 就是这么没素质 这么不排队 怎么怎么到 就开始了 所以 大家只相信 私情不相信 法律 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 你说 我觉得现在 要不说这个习大党 咱们真是 说的有一些事 还是挺重要 就是说 他讲这个规矩 你发现没有 现在说党 我现在觉得 何止党的高层 需要讲规矩 这个整个中华社会 这个大陆 我认为需要重整规矩 跟我这个规矩相连的 就包括火锅店的这个事 你知道我的影评 不是影评 我当电影 我的评论是什么 就两字 就专业性 专业性 你觉不觉得 我们这个社会 是个极其不专业的社会 我跟你说 包括主持人在内 你知道吗 主持人不像主持人 导演不像导演 我们概目能外 谁都是半调子 你都不专业 比方说一个服务员 我经常跟他们举例子 我说一个空警 碰见什么样的乘客都有 他会拿开水泼乘客头上 不管这乘客说什么 因为这是受过培训的 各种应急情况 碰见什么样的人怎么处理 那么这个90后的小伙子 他尽得你的服务业 尽得你的火锅店 对于应对各种各样的顾客 这本来是有成熟预案的 你这维稳 你应付骚乱 你有那么多预案 你这个任何服务业 百货商场也好 碰见这个顾客退货的怎么办 为什么外国这种事 你觉得好像闹也没有用 它是一个专业的社会 非常专业 对各种各样事情 有处理的规章 服务也有专业 但是刚刚另外一个火锅店是客人 客人怎么专业 就是说客人 客人就要讲规矩 对 这就是一个社会 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 你碰见什么事 你要守规矩 对吧 你不能闹到一个 你知道现在就是助长这个倾向 为什么斯文扫地 就是说很多人本来也都很老实 很斯文 但他一次次的发现在某个场合 我要是耍流氓 我要是骂大街 你们就都怂了 你知道吗 所有 而且最后我不会受到追究 反而我得到了目的 我得到了优先解决问题 那么你这个社会 就是进一步的走向 没规矩 不专业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那个就是说把文涛那个微博 后头的那个留言里啊 有一个人提了一个定义 就是哎 你就徐老师 咱们就是经常在说 说没文化 真可怕 说说比如说没素质 就像没文化 其实当人们在形容一个公民 没素质的时候 说所说的没文化 到底是指什么 好像指的不是什么四书五经 对 对吧 哎 你看他就有一个定义 我打出来给你们看看 就是他这个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说的是 植根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我看了之后就感叹了 看懂这几句话也需要有文化 他这个还是从比较道德的角度来来来理论 如果我们撇开道德的角度 我觉得事情的情况是 这种公共场合的冲突 其实就是说 其实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身份里 比如说你是店员 我是顾客 所以就算发生冲突啊 就英文有句话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他不是个人之间的事情 比方说我这杯子没有了 或者是甚至是骂人 他不是在真的骂你妈妈 对不对 他是在发些怒气 所以这个你 因为这个徐老师 你不是说可以 就是说你限定在社会身份里边 第一你对自己的行为就会有一定的约束 你作为店员有些事情不能做 即便他骂你 你的店员有些事情不能做 他过分了 你可以报警吗 这都属于服务规章的一部分 对 不要把它完全变成个人的事情 就什么事情都个人的 还有你刚才讲 那个现象为什么普遍存在啊 就是说我蛮横就有好处 对 这个也是跟这个有关 因为是 你想如果作为一个顾客 我到一个店里 我很神气得到好处 这是丢脸的事情 但是如果一群人 我一声音一大 人家就好好的来对我 那就说明我威啊 你们还 作为一个人来说 谁都希望比旁边 大家就为了透过这个声音来获得尊重嘛 还有就是 规矩 重点就是 就像你刚才说 你知道我曾经为了一个快递啊 就是我看到那快递的那个东西 已经卡在那个站里面 大概卡了五天 这五天当中呢 我就一直打给他说 你为什么不寄给我 你为什么不送给我 他已经在香港了 请你送来 请你送来 我们会帮你问一问那个 那个司机啊 什么就这样 我过了五天 到了第五天 我就骂人了 我说你再也不送来 我说从内地到香港 已经三天 你在香港卡了五天 怎么一回 是什么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这还所以见着火人楼 我就怂了 你这真没办法 这看来哈 还不只是共产